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出演偶像剧《轩衣草》后受到广泛关注 婚礼前夜表现豪放的陈怡荣在情史方面也非常丰富 随便算算都有五六七八段 甚至一度又传言称她当小三介入他人家庭 不过她的长相却不像她的情史这般相艳 这个清纯无比的长相曾被媒体一致评论为出水芙蓉 2018年9月5日 陈怡荣在微博上向大家公开了生女的喜讯 还开玩笑称 终于生下了一个小混血 看来女神的生活很幸福 二 林伟君 轩衣草中除了陈怡荣外 还有另外一张美丽的面孔 她就是林伟君 在剧中她饰演许少阳的前女友 由此被大众所熟知 林伟君这个名字或许认识的人不多 但是看过台湾偶像剧的人 一定认得她这张楚楚动人的脸 甚至可以说 她是台湾偶像剧《热潮》中 第一位凭借女二号角色红下来的人 最红时她的风头甚至不输给陈乔恩 被称为台湾最美面孔 不过初到17年的她 被媒体统计出劈腿14次 私生活混乱 以至于到现在 她的相关词条还是离不开 劈腿 烂货 公交车这些字眼 近年来 鲜少有听闻这位童年女神的消息 原来她已经选择淡出娱乐圈 找了个新工作 当语嘉老师 近日 林卫君在社交平台 晒出自己的近照 42岁的她 无惧素颜出镜 皮肤细腻不见老 纵然是未失粉带 林卫君也照样 颜值初衷 一双猩猩眼 尤其领动有神 3.韩瑜 去年12月 自身女星韩瑜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睡前卸妆的模样 并自认是爱妆嫩 妆可爱的少女 看来她对自己的素颜 相当地自信 韩瑜确实有自信的资本 照片中的她 头发无黑浓密 发际线也没有变高 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 紧致有光泽 面容也很是饱满 整张脸看不到一丝皱纹 再配上可爱的蝴蝶结发姑 看起来像二十出头的少女一样 一点都不像已经42岁的人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韩瑜入行前是当护士的 因为长相靓丽 气质独特 被著名制作人周游发掘 正式开始演艺生涯 韩瑜的运气非常好 她首次演戏 便担当女一号 在古装剧 才子佳人乾隆皇中 她饰演可怜孤女语堂 这一部戏 当年曾在内地热播过 想必不少人都有印象 外貌如此出众的韩瑜 自然追求者无数 最终她选择了孙协志 两人在2011年登记结婚 然而他们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四年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而关于离婚的原因 外界一直众说纷纭 2018年 孙协志接受采访时曾坦言 离婚的主因是前妻生不出孩子 见离婚一事再被提起 韩瑜并没有直接回应 直到今年她才松口说道 不考虑生小孩了 以后打算领养小孩 四 杨采妮 曾经的孕女掌门人杨采妮 和老公邱韶智 结婚多年 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结婚后定居新加坡的她 把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上 偶尔才会到目前演出 近期的她难得晒出镜照 47岁真实面貌曝光 历经岁月 依旧风情不减 说的大概就是她了 回忆过往 梁柱 新警察故事 七剑 再说一次我爱你等电影 皆展现了她惊艳的演技 杨采妮也由此 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代表 在那个没有滤镜的年代 她的美就像雨后出路一般清新 让人赞叹不已 现在45岁的她越来越美 此前还身着 一夕宝蓝色的连衣裙出席活动 配上优雅的起肩发型 好气质展露无遗 虽说岁月也在她的脸上 留下了痕迹 但如此一来 反而更彰显出 她身上那种成熟女性的风情万种 5.舒淇 舒淇是比较有味道的女性 五官算不上漂亮 但举手投足都显露出 妩媚和韵味 她从高中开始 就当上了业余模特 后来从台湾到香港发展 被王金发掘 主演多部电影 先后获得过 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人两项大奖 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奖 以及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奖 她的影坛成就 无需坠言 更吸引人关注的 或许是她将脱下的衣服 有一件件穿上的故事吧 这已经成为娱乐圈新人们 津津乐道的传奇 舒奇虽年过四十 依然天真艳丽 舒奇的美是复杂的 有层次的 单看她的脸棱角分明 眼具偏宽 嘴唇丰满 这是一张很容易被人记住的脸 再看整体 大气性感优雅 各种不相关的形容词 都可以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 舒奇不愧是真女神 即便拿掉七零后的标签 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六 林希雷 林希雷1975年10月29日 出生于台湾 影视演员 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获得过经济和文学双学位 从早年开始 参演首部电视剧《新少林舞祖》 和首部电影《赌侠大战》 拉斯维加斯 渐渐展露头角 而后又凭借《东京审判》 获得第十七届 《荆棘百花》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提名 并以《夺命心跳》 获得第三届 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等殊荣 2011年 林希雷在《马尔代夫晚婚》 开始慢慢淡出娱乐圈 说起林希雷的美 性感一定是无法回避的标签 早年的时候 林希雷和刘德华一起出演 《全职杀手》 一段火辣的对手戏 让林希雷成了香港人 心中性感的代表 甜美的脸蛋 狗魂的眼神 让她成了无数人 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所以她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选择隐退 多少令人有些意外 不过林希雷的形象 却一点都没有变差 反倒显得更性感 更火辣了 当年追她的富豪不计其数 她也因此被称为富豪杀手 她是如何躲过岁月摧残 将身材呵护的宛如少女 靓丽娇俏 无需追寻答案 或许这便是不可复制的上苍恩赐 7.江祖平 被某些媒体誉为 古装第一美女的江祖平 19岁时以模特的身份 踏入演艺圈 清新脱俗的形象 让其拥有极好的资源 除了22年 她出演了很多映视剧 其中 她在《怀育公主》里 饰演的机智婉约的云儿 令人印象深刻 很多人记住江祖平 不是因为她的戏 而是因为她的美貌 仔细审视 江祖平的外表 非常符合大众 对于美女的定义 立体的五官 令人羡慕的身材 妥妥的女神范 江祖平有着天然的精致脸蛋 加修长苗条的身材 眼睛清澈而又明亮 神采奕奕 透露出聪明活泼 很是热人喜爱 时至今日 44岁的江祖平 还是非常漂亮 但是她却仍然未婚 一个人和狗 相依为命 8.观影 被称为宝岛第一名媛的观影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张自拍 照片中 她欣染了一个发色 阳气又漂亮 引得网友赞美不已 观影的父亲 是日盛集团总裁陈国和 旗下拥有证券公司 和宝岛银行 母亲蔡淑源的出身 更为显赫 是国泰集团创始人 蔡万春的女儿 所以观影也一直被誉为 台湾第一千金 她曾与蒋介石的曾孙 蒋友伯相恋七年 可惜最终恋情还是无疾而终 观影身材高挑 一双大长腿实力吸睛 气质独特 完全称得上女神 1976年7月2日 出生于日本黑幕的她 以广告模特身份出到演艺圈 2002年 观影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作品 《给我一只猫》 2013年1月21日 观影宣布与男友朱志薇订婚 6月14日 两人在台北正式举行婚礼 生完三颗孩子之后 她的身材跟没有生过孩子似的 依旧是那么的好 细腻紧致的肌肤 展现精巧的锁骨 勾勒迷人的肩线 衬出修长的脖颈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迷人的气质 9.林心如 1993年 林心如以兼职广告模特的身份出道 因与郭富城合拍广告 而正式踏入演艺圈 这些年 林心如在内地的口碑 可谓是江河日下 至于原因 众说纷纭 大家或许以耳熟能详 但其中 孰是孰非 难与品说 只是不管怎样 林心如年轻时的颜值 在台湾同龄女星当中 仍然能够 占有一席之地 林心如的名字 对于观众来说 绝不陌生 从最初的 还珠格格 以及情深深与萌萌开始 她就已经逐渐被观众所熟知 林心如作为古装美女 是很多人小时候的梦中女神 她的美 是不带任何侵略性的美 五官也许不够惊艳 但五官之间的搭配 无比和谐 因此非常耐看 圆圆的鹅蛋脸 使她的长相显得大气 小酒窝给她增添了几分 恰到好处的甜美 不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 特别是与霍建华结婚后 林心如老相见生 虽然 45岁的她 常被称为不老美人 但拿掉美颜滤镜之后呢 那就只好见仁见智了 至于事业方面 近些年反其道而行之 几乎放弃内地市场的林心如 在台湾发展 也算小有成绩 其实 星河浩瀚 70后的台湾女星 还有很多 像贾静雯 林志玲等 也都是那个年代的 标之美人 重要的是 她们承载着 岁月美好的记忆 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